哈囉大家好我是張老師 我們企業在投資另外一個國家的時候 事前的規劃很重要 事前的規劃 那麼以西方人的觀點來講 他們最喜歡做一些分析的工作 叫做評估 比如說你要到大陸投資 要到非洲投資 還是要去越南投資 你一定要做一些評估 好一定要做評估 因為最近中美貿易戰 已經展開了 所以很多台商 已經開始遷徙到東南亞國家 尤其越南 尤其越南投資 那當然他們在投資的前奏 的前提 他們會做一些分析 他們會做SWAT的分析 PEX的分析 還是武力的分析 546的分析 好 那什麼叫做SWAT的分析 就是 如果 假設 例如 譬如 你到越南投資 你有什麼優勢 你有什麼缺點 你有什麼風險 你有什麼機會 這個是最出錢的分析 這個是最出錢的分析 那第二個分析 比較好一點點 叫做PEST 他要從你的政治 做分析 政治 E economic 經濟 S 你的社會 Social 還有T Technical 也就是說 他要投資之前 他要從這個國家 去投資國家 這個目的國家 比如說越南 你要從他的社會去分析 從他的政治 從他的經濟 還有從他的技術面來做分析 這個就比SWAT的分析還精準 那一般人在從事內銷的話 他必須要從事的是PORT的五個力量的分析 什麼叫五個力量的分析 你跟供應原料供應商的溢價能力 還有你跟消費者的一定價能力 第三個 你加入這個行業以後 目前你的競爭狀況 你競業的狀況 第四個 有沒有新的競爭者加入 第五個是最重要 你現在從事的這個item 這個項目 有沒有會被新技術取代的可能性 注意看喔 1 2 3 他的分析的層面 還在形而下 他還沒有大達達到一個 形而上的 叫做抽象的分析 他們還在具象 在具體的現象裡面分析 你看喔 第四個是我們東方人的分析 較像兵法上講的 兵者國之大事使身之地存亡之道 故不得不查 尾之以武士曰到天地降法 你看喔 我們中國人在分析事情的時候 加入一個形而上的 加入一個無形的 看看 到天地降法 如果你到越南要投資一家工廠 投資一個產業 有沒有天使 有沒有地利 你有沒有人才 你有沒有策略 我跟各位講 能夠到國外去投資的人 都認為他有天使地利 他有人才 他有策略 為什麼不是每個賺錢 因為你少算一個 道 道你沒有算道 如果你一定要給這個道 下個定義你可以這樣講 你的大運 你的流連 你的命好不好 適不適合到越南去 因為最近中美貿易戰開打 台商跑那裡去 說真的現在去比較晚了 比較慢 我1992到1996 就已經在北越工作了 我對那裡有一點概念 第一個 越南人這個民主比較特殊 很特殊 在二十世紀 全世界197個國家 很少有一個國家像越南 在一百年當中 打了三場戰爭 第一個 這個 越南的獨立戰爭有沒有 跟法國人打戰 電邊府戰爭 第二個 南北越的統一戰爭 跟美國人打戰 第三個 中葉因為邊境 又跟中國人打戰 所以越南人他一百年當中 打了三場戰爭 所以那個男孩子的消耗量 死亡力非常非常高 雖然他們經濟上沒有像我們台灣這麼好 但是他們的民主優越感非常重 所以我還是奉勸那些 在大陸已經經商過 有工廠管理經驗者 如果你要複製你的經驗到越南 你會吃虧喔 我跟你講你一定要吃虧要注意喔 你要了解當地的風俗 風俗 人情 還有習慣 你要注意喔 當地的民心風俗習慣 你要特別去了解 越南人你不要隨便打跟罵喔 會出狀況喔 這個很重要 這個很重要 所以說 現在大家到越南去投資 集中在中葉 因為北越滿了 南越滿了 中葉的平洋省也已經客滿了 那原則上我還是奉勸各位企業主 還是你是一個管理者 當你必須到其他的國家 做一個大規模投資的時候 你除了這些評估動作以外 你要注意喔 一定要注意 很多無形的東西 比如說 台灣的廟宇 台灣的廟 為什麼生意這麼好 因為我們都對未來 那種不可知的狀況跟情況 我們還是會心懷疑惑跟不安 比如說過年的時候 我們會去拜拜 祝個平安 小孩子要考試的時候 我們會拜拜 那男生要去國外投資的時候 我們會去拜拜 為什麼 因為我們不曉得 會發生什麼事情 那這個兵法上就跟你講到 你們投資之前 除了做一切有形的 形而下的具體的分析以後 一定要再考慮一個因素 叫做變數 什麼叫變數 無形的東西 形而上的 抽象的 不是具體的 就是你的命格 當年在大陸賺錢的人都知道 不是特別聰明啦 不是啦 都是在台灣喔 那個產業已經沒有競爭力 然後他移到大陸去 就很奇怪 天時地利人和 你知道嗎 啪啪啪啪啪啪 很多產業就起來了 很多以前做鞋子的 在台灣做到虧錢 沒有銀行要借給他的 他跑到大陸去做 現在變成全世界 數一數二的鞋廠 製鞋廠 很多做吃的在台灣 真的也混不下去了 很難經營 跑到大陸去 哇 那個事業賺得要死 好 很多加工廠 代工廠都一樣 但是聽好喔 30年河東 30年河西啊 齁 如果這些有形的評估都那麼精準 蘇俄 蘇俄不會打敗仗 以前叫蘇聯啊 不會在阿富汗打敗仗 美國 美國不會在越南打敗仗 美國也不會在伊拉克軍隊拖在那裡不會動 論分析 論 有形的分析 蘇俄 以前叫蘇聯 現在叫俄羅斯 分析能力比你一流 他的數據也很多比你一流 美國一樣 為什麼在一場戰爭中還是打敗 等於被他掉入一個泥沼 因為你們還是要算一個叫做五行的道理 齁 就是道 那老師今天的視頻就是講到這裡 有時候我們在做一個評估 還是要做一個決定之前 我們會做所有的分析 但是最後那個五行的東西 可能是你的命格 可能是五行的一個東西在操控 你們做還是要做一做評估 你最近的大運流連適不適合 如果你不適合怎麼辦 公司有沒有其他人比你更適合 以前那個陳咬金有沒有 唐朝那個陳咬金 他就是福將啊 陳咬金也做到網頁啊 陳咬金很有名的 那個福將的人喔 他不一定要很厲害 懂不懂不一定要很聰明 不一定要口才很便宜 不一定要無意很好 不一定 福將到哪裡 逢凶化吉 遇難成祥 齁 所以老師還是講這個啦 就是說 除了有行評估 還是對這種五行的要存敬畏之心 我們今天的視頻就講到這裡齁 有興趣的話 歡迎加入訂閱齁 如何投資越南齁 歡迎加入訂閱齁 今天講到這裡 掰掰